羽王无比狼狈地回了上京 也顾不得再有什么谋划 直接请旨入宫了 儿臣参见父皇 朕以为你是来给朕送好消息的 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看到羽王 皇上便想起自己派出去的那些人 第一批蛇了之后 接下来派去的那些人 都还没有送回消息了 倒是没想到他会先回来了 父皇 儿臣 儿臣对不起父皇 今日儿臣来就是想跟父皇道别的 往后没了儿臣 望父皇好好保重龙体 否则儿臣在那边也会不安心的 这话一说出来 皇上的脸色就更难看了 他现在还在病中 他在这里哭嚎着这些 不是在咒的吗 羽王 你可知你在说什么 父皇 父皇 儿臣并非是在给父皇找晦气 是 是儿臣真的陪伴不了父皇多久了 皇上 这 苏丞相知道羽王去了保风县 眼下听到羽王说这些 他不禁也担心了起来 你方才那些话 是何意 回父皇 儿臣已深重剧毒 最多只能活五日了 羽王的话让皇上的双眸一寒 整个人顿时都作证了 丝毫看不出有任何病态 放肆 父皇 儿臣说的都是真的 不敢有一个字是假 儿臣此番奉命去调查那宋臣之事 才知道传说有误 在那宋臣身上的确是有先缘之说 可儿臣还听说过另外一种传言 说到这里 羽王顿了顿 看着皇上的眼神带着忌惮 仿佛是不太敢说 你且说来 朕不怪你 有传言的宋臣 是 是蛇妖 蛇妖两个字 也深深地刺激着皇上的神经 他原本真的以为 这世上有得到先人指点的人 儿臣还发现了一件事 四哥 四哥他并非是我们看到的样子 即便在宝峰县那样的地方 四哥有着很强的势力 先前四哥就让手下的人 丢了一批人的尸体 在儿臣的住处 四哥以为那些人 是儿臣派过去的 可儿臣也不知 藏修玄 好呀 真好呀 朕的儿子 一个个的 都盯着朕的这个位置 你们都是巴不得朕 早点从那个位置上下来 父皇明察 儿臣 儿臣从未有这样的心思 能身为父皇的儿子 已经是儿臣最大的福分了 继续说 把你知道的都说完 儿臣原本想把那宋臣带回来 等父皇您的发落 可四哥一再派人阻拦 甚至连儿臣带过去的人 一个都不曾放过 此番儿臣是孤身一人 从宝封县回来的 此刻他还让宋臣向儿臣下毒 儿臣 儿臣 儿臣